那一天副議長 中國國民黨黨員 用五黨籍 用五黨籍選 我要講的不是說現在五黨籍 你知道 于邦彥副議長跟議長許秀瑞 對國民黨在新竹市的意義是什麼 在他們兩個搭檔之前 兩屆的政府議長全部是五黨籍的 今天議長 作為林根仁軍總部主委 我們還會講說 這個朱立倫主席陪林根仁掃街 對不對 車隊 進行總部主委不見了 這麼巧 林根仁的後援會會長 這麼巧 整個帶著三十幾個里長 跑去高庵安的場子 林根仁後援會會長 帶隊去那裡 會議長嗎 去碰到的 你如果在回想那個時候 朱立倫在反對什麼 在賣碰到的 我在抓點時間 朱立倫那個時候想提林根仁嗎 沒有 就是怕政府議長 為什麼 因為許議長當了朱立倫大行喊 說林根的選擇他負責一定會贏 如果不會贏的話議長不幹 現在怪林根仁 現在是怪林根仁說 他跟團隊的想法不一樣 然後再趕快出來否認說 那個是假消息 黨主席都下來陪林根仁 韓國瑜都下來陪林根仁掃街了 最重要的那場晚會 競選總部居然借不到場地 沒辦法辦 所以他就沒有晚會了 然後主委 議長 武在庭 後援會會長 跑到高宏那邊去 所以這些里長 你說七十幾個 需要全部對嗎 不需要 副議長帶隊 當天還是有三十幾個里長在 就告訴你 告安因我有陸軍 而且這些陸軍本來是國民黨的 就是要告訴你這件事情 在選舉之後 他就是要發酵 幹嘛 他要讓林根仁壓到最低最低最低 要踩到最低 怎麼會這樣對自己的同志 來委員你等一下 對不起 這次關鍵 是議長跟副議長 怎麼做這個事情的 好來 我先讓學勝委員 原因是這樣 你國民黨的人 你國民黨有提名自己的候選人 可是你們最後居然是 用這樣的小動作 踩著自己的候選人 踩著林根仁的身上 然後因為我們選舉 我們有不同的考量 我們把林根仁放生了 他是在犧牲林根仁 林根仁在為自己打一個榮耀之戰 我要把自己拼 他這個奮鬥精神 可是國民黨同志是這樣子對他的 等於就是拿刀刺心臟 我覺得告安這次的選舉 犯很多錯誤 如果今天你想要藍白河 那這種事情就只能做不能說 你做得明白 我正好看法跟東豪不一樣 你今天搶我的人 我不可能就這樣子羞辱 讓你踩踏到底 我一定會奮戰到底 所以我本來是看好高王安的選情 可是他最近一連串的犯錯 包括對於馬英九的死亡之我 激起藍 不是啊 你都說犯錯了 可是你這個副議長于邦彥 他不是國民黨的嗎 你要記得議長跟副議長 是間接選出來的 他是也要自己的選局先選上 然後在間接選舉選上的人 所以真正講起來 議長副議長的影響力 只是一個象徵 真正的是說 你可以動員多少陸軍 那我覺得高宏安是有點急了 因為他一連串的這種 媒體上面的追殺 他自己會覺得他的選票 一定是明顯的 受到一定程度的打擊 對啊 可是你國民黨 為什麼要貼過去 所以他要呈現陸軍 就是說實際上已經有棄保 那棄保之後林庚仁 他選不上 所以要棄保他 這種事情如果你要做 你就不能明的講 當你這樣打的時候 我如果是林庚仁 我一定跟你奮戰 打到最後一塊 即使是四行倉庫 我也跟你撐到最後 你知道撐到最後 有些本來可能會投高宏安的票 搞不好因為這樣 高宏安你可能失去這個票 我站在一個藍營 看這些局的時候 我覺得高宏安你的強勢 可能正好犯了你的錯誤 有時候選舉的時候 你要虛 那個虛才會讓大家覺得說 你像大海 像一個谷 可以納出了 可是我覺得你的帳 都算在高宏安的身上 不是很客觀 因為那些都是 國民黨次發行的行為 你要別人來幫你忙 你不能夠過度強勢說 你要虛不受補 就人家要補給他 他的體質不好也受不了 對 你現在正在跟 沈慧弘兩個正在爭最後 如果你需要別人來補你量 這些票移轉頂的機率高的時候 你要跟他示好 示好你不是去踩踏他 你踩踏踏的結果 你只會讓他的支持者 更加講說我更悲憤 我要更加守得更緊的時候 有時候局面會正好有一個變化 所以我覺得說 高宏安最近的舉動 他最好在這四天 包括郭台銘會不會出來 要好好的仔細判斷 他跟沈慧弘的那個差距 現在非常非常的緊 我補充一句話就好 一場選戰最怕是什麼 你把自己的選舉結果 賭在一堆不確定的因素 你要靠別人 選舉不是靠自己嗎 高宏安要靠什麼 大家在賭 郭董最後一天會不會出來 那你這個選戰策略有問題嗎 不在賭說呢 國民黨的基本盤 會不會暗渡陳昌 你選舉都靠別人嗎 或是你選舉都要建立在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或是人家願不願意 帶強投靠 願不願意 現身說法 或是會怎麼樣 哪一場選舉 是把自己的成功 寄託在別人的失敗 或寄託在別人的分裂 或寄託在別人 會不會在最後一天幹什麼 所以其實答案很簡單 若不是選情告急不會出啊 這些看起來非常奇怪的手段啊 換位思考 如果是在民進黨裡面發生這種事情 這裡有一個白黨的 白黨的候選人要選市長 然後這邊有一個民進黨的副議長 然後帶了一堆里長過去 替他收金 會發生什麼事 開除啊 我講真的啦 第一個先講中國國民黨 在竹苗都有類似的情形 中東井的旁邊 站著國民黨的現任現場 對 站著國民黨的現任立委 在新竹隔壁而已喔 以客家鄉親來講會燒兜的喔 在隔壁而已新竹是 國民黨怎麼對待自己提名的人 那你以後沒有被提名的人 誰敢不造反 我造反就有 我只要我的生日有夠大 有拿名不拿名 你都會聽我的 我跟你講這是後患無窮 基於有黨 我坦白講 不能這樣做嘛 我提名的東豪 哪怕不會贏 我要想盡辦法 站台拉台 想盡辦法 我如果不提名 就開大門走大路 我禮浪 可那不是 你明明有提名的人 林庚仁的選前 最後黃金粥 你說借不到場地 一個現任市議員 國民黨的一市長提名人 借不到場地 騙阿傻 騙他沒吃水了 宣傳都先宣傳好了 韩國瑜來了 誰要來了 大咖的來賓都要來了 你到臨時要辦的前兩天說 場地沒有借到 被拋棄了嘛 你就整個被拋棄了嘛 那以後 這個政黨或這個組織 有沒有被他提名 根本不重要 叢林法則 滾頭脈的大念念一敗 明年就是立委 明年就是總統 你現在這樣處理這個事情 在一般人看起來 參加這個組織 既無江湖道立 也沒有法律可循 民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